阿優和李宗碩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 拋出戀愛震撼蛋 多年好友變情人也讓粉絲們相當驚喜 而元旦這天阿優也透過關卡 向粉絲透露認愛後的心情 她先是用忐忑的語氣寫下 在一年的最後一天 是不是因為我過的有一點點混亂呢 接著又說看到新聞的大家都知道了吧 對的我在談戀愛 阿優甜蜜的說道 我和認識很久的同事 相互依靠的同時產生了好感 這麼長時間以來 很感謝她一直支持著我 總是對我說太帥了太帥了 也是個真心鼓勵著我 一個穩重又可愛的人 最後也跟Yuena喊話 我會不讓粉絲擔心 好好交往下去 而李宗碩隨後也發出長文 表示在20歲中半開始就認識阿優 對她的感情有點超過初戀 但很遺憾當時沒能有進一步發展 當了很長很長時間的朋友 才變成現在這樣 她還甜蜜告白女友 說阿優總是佔據著她心裡的一角 雖然年紀小有時很像姐姐 但又很想讓人保護的帥氣朋友 今後也會為阿優成為更好的人 小兩口在新年第一天 已經用甜甜的愛情溫暖大家了